为在桃园市三民运动公园旁的游客中心内的桃园亲子馆 从104年开幕到现在广受当地居民的欢迎 假日或平日都是满馆的状况 师傅为了进一步满足民众需求 决定扩大馆内的空间 将三民游客中心一楼也作为亲子馆来使用 提供更宽敞与多元的空间以及设备 在桃园亲子馆中 师长郑文灿与小朋友们一起随着音乐舞动 因为使用了原有三民游客中心的一楼空间 让亲子馆更加宽敞 一旁还有相当热门的亲子厨房活动 透过课程安排 让小朋友们懂得珍惜食物 也增进亲子的互动 我问他喜欢吃哪种口味的披萨 你喜欢吃哪种口味 起司 那你喜欢吃哪种口味 桃园区目前最大的亲子馆 桃园亲子馆在三民公园 扩大一倍的面积 我想这个是苏嘉明市长任内 取得的三民公园以及游客中心 上任后把它活化成为亲子馆 将原本的亲子馆范围扩大 就是为了满足更多亲子活动的需求 除了桃园亲子馆外 市府也规划陆续辟建其他的亲子馆 要把原本一区一个亲子馆的目标 扩大成全桃园市要有30个亲子馆 那另外呢 因为社会局在亲子馆 在青少年活动中心 以及有工作中心的业务 大幅的成长 所以我正在考虑 要设置一个儿少处 来做这些业务 那我要看这个人力 跟这个预算方面 如果可以补足的话 那要有个儿少处 专门推动这些活动 桃园亲子馆的开放时间 是每周二到周日 分成上午9点到12点 以下午2点到5点两个时段 每个场次开放30组亲子使用 有需要的民众 可以上桃园亲子服务网查询 好文有新新闻 林德操桃园采访报导